各位南方影展Podcast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南方干嘛呢 我是南方影展活动统筹黄冠伦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南方奖 全球华人影片竞赛动画类入围作品的 Blanking Talk 那Blanking Talk很特别有三个导演 分别是李继田张三慢 还有彭家伟导演 那我们今天Podcast的内容 会主要跟导演讨论创作的过程 那我们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闲聊这样 那我们之后11月6号到13号 还会有针对作品的线上应后座谈 再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锁定这样 那我们就请三个导演分别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再简短一下介绍一下作品这样 大家好 我是Blanking Talk的导演群职 我是李继田 目前在大学 北下动画是岩壁中 大家好 我是Blanky Talk的导演群之一 彭家伟 然后我也是台北艺术大学岩壁中 好多人岩壁 大家好 我是台北艺术大学的张三慢同学 然后是应届毕业生 这样子是其他两个这种奇怪的 其他两个是岩壁师 你是毕业生这样吗 他也是谁啊 谁是你 我 那要不要看谁帮我们稍微简单一下介绍一下作品这样 Blanky Talk这部动画是两个小孩子一对兄妹的对白建构成人的副转片 然后整部动画虽然都是用同源同理 然后一来一晚的一来一往很可爱的对白 但是当你在仔细听那些对白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小孩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圆满 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守守 甚至超越我们想象他们能理解的事物 然后一直到最后你会听这对白的过程中 然后最后发现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其他两位有要再补充说明吗 我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故事其中一个发想 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 然后他的他有一个得到一个疾病 所以他其实很常跑医院 我有一次跟他一起玩半家加酒的时候 他居然就是想要假装自己在医院 然后跟我玩打针游戏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小孩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 不知道太多事 他们其实也知道一些事情 然后也意外成熟 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发想 整个故事的其中一个小故事 那在你们创作的理念中 有说你们制作的过程中收集很多资料 那想问说你们三个是怎么开始 就是想要三个一起拍 然后一起创作啦 对啊 因为动画我看感觉都会是个人创作居多 这样子 那怎么会想要三个人一起 第一就是这是一个学生制作 然后就是我们大三的一个制作 然后当初是家伟跟山曼他们就说 他们想要做偶动画 他们就是想要做偶动画 然后我就意外听到这个消息 那我要加入你们 那我们现在三个人来丢三个人的故事 但是三个人彼此都有一个碰子 所以最后基本就三个人来发想这个故事 然后刚刚收到收集资料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很早就有认知 我们三个人都离童年很遥远 所以我们要再去想象出那些小孩子会说的话 其实已经是再怎么模拟也会有点作弱 所以我们不如就去田野调查 然后我们自己收集 我们自己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回去问爸妈就是我们小时候说过什么话 让他们很惊艳 或者是我们就跑去跟小朋友玩 然后呢全程录音 然后看跟他们讲话中 会得到什么很有趣的一些对话出来 就是这些收集资料的部分 那想问说那你们三个分别都收集了什么资料 还蛮好奇的 就是跟爸妈都问了一些什么 关于自己童年的一些小故事 其实里面很多都有 就是你听到的每一句 几乎都是有真人真事发生的 像其实像就是说什么 是里面每一句话 其实都有对应到一个人 一个导演有时候的关联 然后我是有特别在去找邻居小朋友讲 就讲话跟他们对话 然后就是他妈妈甚至就是很开心 因为他知道我在做这样子的经历教授 他后来就是每天拍他在学校 他小孩在学校的联络簿给我看说 他今天又说过了什么话 很有趣 然后说什么 他最近对于地狱这个 地狱这个名词很感兴趣 他一直在探讨地狱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就一个一年级的小弟 就是类似这样 包括就是以后要跟爸爸结婚 或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 爸爸结婚是那个邻居的小孩讲的吗 不是那个是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 所以是主要是 三慢跟家伟想要拍偶动画是吗 那可不可以 所以一开始 一开始 那可不可以聊聊就是拍摄就是偶动画 有没有什么很难克服 还是有什么有趣的经验 可以跟听众分享这样 拍偶动画就是跟做动画本身一样 非常需要耐心 而且拍偶动画是 因为你脚架在拍摄某一个特定的景的时候 其实不能动 而我们那时候拍摄其实有遇到一次地震 然后那次我们还没有拍完 还没有拍完那一幕 然后那个地震一晃整个画面都不对了 应该是整个崩溃吧 那那个才几秒啊 那一段 其实几秒就要拍很久 你可能拍一整个晚上才只能拍出五六秒之类的 而且应该说就是这一次 就是山曼跟孔孔中国 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做偶动画 然后我们其实边坐在边摸鞋 偶动画是要怎么样运作才会顺利 然后有时候你边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拍 然后器材就是通通都不能动到 如果你一动到就是 对我们就是像那个 就是软骨公安 就是你要去闪过那些东西 因为那个房间蛮小的 就像哈利波特那种小房间那样吗 密室那种感觉 差不多比较大 可能就像一个厕所 就是在那个房间里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都 就是都很认真在工作 然后我们又要闪避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 然后我就这样 一点一劈的在瞧 然后我们就称自己是耐心人 耐心什么 耐心魔人吗 太有耐心了 我们就叫自己耐心了 太有耐心了 太有耐心了 对啊 我觉得拍动画很难 就是它 真的是每一部都不太一样 然后 然后要抓那个tempo 然后 我也觉得你们的配 配的旁白也是另外要再请小朋友来配的吗 还是 是 是小朋友 应该不是你们自己 对了 我们是先去录旁白 就先去小朋友录 所以一开始是先录旁白 录旁白这件事也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我们会先录旁白 比起先拍画面的主要原因是 如果我们先录好声音的话 我们也比较好抓住节奏跟故事的情节的 可能取向或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比较好定案或是好确定 怎么做出来 怎么形成或最后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可以更提早确定 然后录旁白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季田 有找两位表演班的小朋友 然后那两位小朋友就是 陪我们录了从一整天吗 几乎快一整天 然后他们因为本身都有一些 从中午到晚上八点吧 我记得 然后他们就是一边一边在 用他们的自己的情绪去传摸我们的 对话是什么样的情绪 然后一边的去 就是他们自己去传摸就有一种 多了一种随机又或是一种 会我们觉得更 比我们想象更好的一些情绪这样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 因为那个小朋友他们是 他们他们不是表演班 他们只是爱唱歌的小朋友 爱唱歌 他们不是在一个班吗 是才艺班吗 不是他是一个才艺班 对然后呢 我是认识那个才艺班的老师 然后等下他们有两个小孩 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喜欢唱歌 所以他们声音蛮棒的可爱 嗯他们的声音真的是蛮可爱的 对 我可以再来讲一下 这真的很有趣 就是我们原本那个 里面那一对熊妹妹妹 明明就不叫小Q 不叫小Q 对他其实就是叫他妹妹 但是是因为那个配音的妹妹叫小Q 哦原来 然后呢 最后我们就叫他小Q 然后就好啊就直接叫小Q 就现在没有人记得这一部片叫blanking talk 但是就叫他小Q 对 我也是只记得妹妹叫小Q 对 大家最后都也只会记得小Q 对 有啦后来后面有再 就是有上那个blanking talk 就会再记得 反旧一下 对 那要不要就是稍微聊一下 说如果今天有个 你们有没有自己各自的一些小贝贝还什么的 小贝贝是大家的各自的经验吗 最主要是三三万 是他有小贝贝的习惯吗 三万 我蛮多小贝贝 从小到大 你不止一个小贝贝吗 就是很需要安全的安全感的 然后小时候就是吐奶布 然后长大就是可能有我喜欢的触感的背影 然后就会给我 小贝贝在家就会给我一种满满家的感觉 家的感觉 很安全感 所以你们就是 安全感 安全感 所以你们有住宿舍吗 所以住宿舍的时候也是要带小贝贝去宿舍 我已经没有了 我早不可以去被丢掉了 只有张三万还有 我也小贝贝早就不知道跑哪里去 那他 他比较烂情 他比较多小贝贝 所以比较好留存 对 而且有些朋友都被他摸到吐 那 那你们各自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 有个弟弟 有个妹妹 所以就是 家伟有 家伟有一个弟弟 季田有一个妹妹 那三万是 嗯 有个哥哥 哥哥 没有没有 哦 这部Blancaid Talk 会是以对话形式 是因为 当初季田说他跟妹妹都会在睡前的时候会聊天啊 然后会讲一些悄悄话 或是拿一些手电筒躲在被子里 然后 就 很多很多人的记忆中应该都会跟兄弟姐妹这样在睡前 笑聊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共同的 像记忆吗 嗯 然后就会引起 一些共鸣 共鸣 嗯 嗯 对啊 但我比较多会记得跟兄弟姐妹打架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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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最喜欢抢东西了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包括前面哥哥还是会欺负一下美 对啊 都会欺负一下 嗯 不给妹妹手 不给 不给 不给妹妹口红的 不给她碰她的东西 嗯 因为她觉得 破坏 嗯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这边应该差不多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是没有在原本题目内 那个bonus的题目 就我们今年影展的主视觉是奇幻药丸 然后骇客任务中就是莫菲斯有把药丸给Neo 然后就是暗示说就是吞下药丸之后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那如果今天有一颗奇幻药丸 那有没有就是希望吃下去之后 有什么想要改变还是什么样的愿望这样 我会希望是 这种药丸吃下去之后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不见 烦恼消失不见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家伟希望就是药丸可以让他就是烦恼消失 那 再来两位咧 好 这愿望太多了 害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真的 我原本 我原本想要众位立财 贪心的人 贪心 我就是贪心 或是给我一颗药丸 那颗药丸的愿望是再给我十颗 哇 聪明 超贪心的 感觉现在唯一想到就是可以让疫情赶快消失 然后世界可以做场运作之类的 好有爱心 好有爱心哦 好像要去选美 真的是选美小姐会所有的愿望 世界和平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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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的话 希望 就是 面容跟 心灵都可以老 但是 希望我永远都可以有 现在这个 强壮的身体 哇 这个愿望也不错耶 季田这个愿望 我也是蛮 就是 想要当个美魔女这样吗 哈哈哈 哦 你没有想去 聪明跟孤明都可以老去 但是 一般的土地不会点 就是 就是 就是不要 但是这个是一个自私的啦 这是一个自私的愿望 嗯 嗯 没关系 不会不会 对 好 11月6号到13号 会在Giro 上面有 线上座谈 有线上座谈 有线上座谈 哈哈哈 欢迎大家来 关注 好 求关注 一起听 一起听大家的 心得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说的还 只是冰山一角 嗯 今天说的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真的是希望大家 就是 就是在 Giro看完线上播音之后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在 南方影展的脸书 我们会有线上座谈 然后再麻烦大家就是 一起看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 Blank King的导演们 然后李继田导演 张山曼导演 还有彭家伟导演 那就是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 那之后 11月6号到13号 会在Giro 就是线上播音 那我们就是期待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再跟导演们就是直播 然后刷一排暗星给导演们这样子 然后有问题再跟导演说这样子 那就是欢迎大家之后不见不散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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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下次见 好啊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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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